六晚間 柯文哲氣死 陳佩琪不出家門 立委黃珊珊的休旅車 已經在門口等著 有準備抗高的事情嗎 連續兩天 不再自家過夜 都是由黃珊珊接回 就在一號離開北院 都是由黃珊珊親自駕車來接 前天到看守所 也是僅僅黏在旁邊 讓自家黨員看得不是滋味 黃珊珊已經被挺全了 就請他跟民眾黨的黨務保持距離 這個是政治人物應有的 最基本的評德 難道是霞佩琪以令出口 黨內解讀很多種 就這麼剛好 如今也傳出由某位民眾黨 創黨大佬進行找來黨中央的 應變小組召開非正式會議 其中多名成員都認為 需要推舉代理主席 而呼聲最高的 就是黨團總罩黃國昌 於是在場成員也同意 要持續徵詢 希望最終能透過推舉方式 是讓黃國昌站待主席 雖然當事人一再迴避 不希望動搖黨內權力核心 但檯面下角力未曾停息 畢竟全黨都已陷入危機 現在要回歸黨章SOP 還是主演個人政治算計 誰來下決定 TVBS 林一傑 希望日夜風也一家小組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